大家好,新聞解讀 2019年3月19日溫哥華時間 香港時間3月20日 香港應該是早上的7點鐘左右 這裡就是在博物館的一個咖啡座 向大家錄影 未來的89天 都是在旅途上面 都可能會見到我不同的背景 我盡量都會發佈消息 今天的同時之數是25887點收市 但是這個25887點很有氣劇性 早上來說 先錄高差不多100多200點 距離26277的高位 就是相差大概800多200點就已經到了 然後就爬滑梯 好像Waterfall一樣 跌下來 所以今天真的會嚇到很多人 但當然聽到水域投資日記的網友們 就不需要擔心這個叫做獲利回吐 只不過我昨天就說他可能開始會先回到後升 只不過他倒轉了他先升了後回吐 但整體來說道瓊斯指數仍然仍然還在升 所以你單是看道瓊斯指數跌了幾十點 你可能會比較害怕的為什麼 因為連續升了十天八日未跌過 突然間今天回回幾十點 你只看新聞分析或者新聞報道 你就真的以為大市就回落了 所以就會被誤導然後明天就去沽貨 這樣就很嚴重 所以單單看經濟新聞然後直接去買股票 是很容易被誤導的 這個就希望大家理解 恆生指數昨天仍然都在上升軌上面 所以你純粹看股市 先升大跌 或者先跌大升 怎樣也好都可能會被騙了 但Eric就告訴你 他們仍然都是上升當中 好了在這個過程當中 之前我就說十天左右 恆生指數就會衝上升高位 可能現在都不用了 可能五到七日 又再減三日交易日 即是就會快了 大家拭目以待 當我發布說十天內衝上升的時候 很多網友都會嘩聲 還有有沒有這麼快 其實比你想像中 來得可能還會更快 有時高處未算高 低處未算低 不可以用一般的常理去看待 只有survey投資日記 講明日的股市 是可以告訴你 好了 那今天的新聞 這個精裝快報 暫時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好好享受 未來這個叫中陽春 看看博物館 原來都有很多精品 在後面 你又說話 應該是BC省的皇家博物館 明天我就會出發去日本 然後朝著3月30日的方向 另外一會兒回程 乘船的時候 就有時間 就將聚餐的付款方法 告訴大家 讓大家可以合錢 好了 水不投資日記 到此為止 拜拜